韩国麦当劳快餐店早前传出 海童吃了没煮熟的汉堡肉饼 并倒了消息 首尔中央区检察官 星期三派出官员 突击麦当劳位于首尔的办公室 和其他三家公司 没收了一些文件和证物 这些公司当中 也包括一家原料供应商 目前当地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 还没有针对这项突击调查 发布任何细节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 一名消费者今年七月申诉 指他的四岁女儿 去年吃了一份麦当劳汉堡餐后 被诊断出患上溶血性尿毒综合症 对肾脏造成伤害 另外还有四名儿童的家长 也提出了申诉 指孩童吃了麦当劳汉堡后生病 其实早在今年八月 就有一名消费者 在全州的麦当劳快餐店 吃了汉堡后 出现腹痛和高烧的症状 麦当劳负责人当时强调 会配合韩国政府调查 食物污染的可能性 NTV7综合导 麦当劳负责人 麦当劳负责人